自动吸墨钢笔 9秒一键是 吸墨不脏手 小时候我们还抽钢笔水 对 还挤的那种 还有的时候手没有钢笔水的 你拿你钢笔吧 拿着鸡蛋 好像初中有个阶段 还有小学有个阶段 就是让用钢笔 因为我们是小学三年级以后 对 将笔插到底后 长按此键三秒 然后快速速锁手 将钢笔尾部孔最准 墨水瓶 怎么有个钢笔插到底 将橙色按键 这是按键 按到底保持三秒 快速松手 1 2 3 快速松手 吸墨停止 将钢笔快速绑出 大家都得快速 慢了绷钢笔 不错 有污渍吗 没有污渍 一点污渍没有 我看鞋上鞋出来 是不是难成的 你还去挡到空 没洗个我 那我得说着 你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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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手 完了 它这是不够 按的时间不够长 就让它压力都没 我估计 把这个按空 它到头了 基本上 完了 那点上去 它会 它留下去来 我觉得这个时候 拔有点危险了 它就冲没了 就给它这里头 细末是不能悬开下笔本 完了 铁着 完了 这要迅速拔出 咱俩都得绷一身 我感觉 没 不能拔 那你拔出回家呢 那还行 你看 挺好 人家是真往里打的 但是没有木了 没有木了 再洗点 可水洗笔本 可水洗笔记本 正常进行书写 书写完后 稍等三到五秒左右 等水性笔干透 写完的纸杖 用配备的湿布 沾水擦拭 一擦几镜 可反复利用 这个布 这有点像练字 那个本是吧 好纸吧 你还有高级的 配套APP 可对笔记本内容 进行扫描备份 保存书写内容 电子档随时查用 那他必须得用这个笔 是不是 应该是 用不了 赢吧 不是 他用这个 这个 有彩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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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纸 纸的 不是纸 它是什么 就是像塑料 哦 是塑料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进班机推销那种 也是写完一接就没了 啥一接就没了 就是它是一个本 然后它是背面有一种胶 但是你写上字它就像水印似的 然后一接就没了 今天来到毛雪花 挺好 还行 它这手感还行 我让它擦 我看看 像在塑料上写的感觉 还要给人拿水 浸湿 它还是静布 是吧 得用配备的湿布沾水打湿 一擦即净 反复利用 那这个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啥呢 就是算题 就是完了 那你忘了呢 就像草纸似的是吧 对 或者是 其实这一本写了了 然后你这一蹭 又喝 真没有了 真没有了 但也没有印 对 但那意思你可以留在APP上 有印 倒是 那也行 那还行 能反复利用 我考你一句 我早就忘了 你这考 不行 我必须考你一句 蜀道男有这么长吗 太长了 这样 我考你稍微简单点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下一句 蚕蚢急于腹 开播 是吗 黄鹤之飞 尚不得过 什么盘元 完了 这蜀道男 我当时我就背不下来 这也不咋考 考 这还有木兰 木兰师 这个好点 木兰师 我问你 归来见天子 还在生意了 木兰师 这个好点 归来见天子 开我东阁门 什么西哥床 完全忘了 你比我还强点 我一点记不住 出国相辅 对 我当时我就老费劲了 有个老是天骂我 当时我都记得了 但是现在真忘了 天天让我上黑碗墨鞋 那有时候那六分 我就得两分 记不住 这都是必须要则的分 对 我有的时候就是 我有得行 有得行 蜀道男 我老也背不下来 那时候有本小书 对 就是什么地位古诗 多少手 要求我们出去跑步的时候 跑之前还得背两手 我们每天下午上课之前 站起来一起阅读 对 我们也是 那个之后再也没有 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多好 太美了